綠園道規劃中大部分路段兩側都有道路開闢的計畫 但只有鳳山文盛街到鳳山火車站間近100多公尺距離 僅規劃一側道路 對此司議員張漢中建議市府重新考量 一例進出鳳山火車站的便利性 是不是我們都市計畫委員會這兩側 是不是我們要來檢討 從這邊都來檢討 這個所找是不是要起的這個道路的問題 這道路你來用完後 整個鳳山火車站完成以後 將近八個來到那 他要到那個火車站也是很方便 他現在都是變江湖規劃接近 現在現時就是說 他說他是叫做鐵路兼原道使用 我想還是把它名稱把它改一下 那麼提一點一級一審大概就可以通過 你來是不是江湖規劃再來配合 鳳山再生水廠編列給地方的回饋金 只有緊鄰中輪的社區可使用 市議員張漢中認為再生水廠賣水 給大型工廠的獲利不低 建議擴大回饋金補償區域 協助鄰近社區的發展 我們的再生水我們的中鋼 包括中鋼他們需要的再生水 可能是比我們的家的水比較適合 當然在這裡我要麻煩 我們的水利機漲 這個再生水處理的過程都很多 說那個過程 說我們鳳山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來去怎樣 把再生水這個回饋 來回饋怎樣 來去讓鳳山人達到一種 對我們過程污水廠的回饋方案 針對議員所提到的一些回饋的區域 那我們會再跟區公所這邊來協調 那把實際上的這個回饋金 用到我們市民實際上需要的地方 另外對鳳山老舊社區的道路開闢 以及車購評估如何提高防洪係數到100毫米以上 在判中也要求市府提出規劃 鳳信新聞記者中恩成 採訪報導 9日電視證 40 3 0 3 感谢观看